给的西装舍剧场 但是我马上就要把它卸掉了 所以讲卸妆顺便给大家录一下吧 我最近get到了一个很适合我这种懒人的卸妆油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传说中它是可以失手可卸的 然后我就不信 我就想想失手可卸那不是太适合我了吗 我就直接就当做洗面奶 然后水一湿 可能洗澡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就卸了 因为我每次收工回去的时候 我不想在西装护肤上面花太多的时间 就是想着赶紧睡了 所以呢我给安安现在录一个西装的视频 就直接把我的脸摸一摸 然后挤三到四磅 看我现在手湿的 就是这样子搓 就像用洗杯奶一样 真的太适合我来太方便了 而且它不会焖痘痘 你看看我的脸 没有痘痘 看我的睫毛已经卸掉了 然后我的鼻翼两边多搓搓 不然会堵塞毛口 脸颊都搓搓 眉毛搓搓 洗一下 我们再用水这样子搓一搓 这是二次乳化 哎呀要不是给你们录这个视频 就是因为我现在架的这个镜子上面 我没有办法调整角度 可以让你们看看我怎么洗脸 算了 你们失陪一下 我先洗把脸 我在这里 现在非常干净 看看 我已经洗完了 嗯 看看现在这个样子 嗯 还是卸得挺干净 是不是 嗯 太适合这个懒人了 擦一擦 最近 最近熬夜都有黑眼圈了 嗯 好了 下次再给大家分享点别的吧 拜拜 小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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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书